一直以来都与川普总统站在同一边战线的司法部长巴尔 在接受美联社的访问时表示 司法部至今为止尚未发现可以改变总统选举结果的广泛舞弊证据 此语一出震惊各界 因为巴尔显然是决定与川普站在对立面了 不愿意再为总统辩护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司法部长是在劝退川普不要再做无理的抗争了 令人压抑的是川普并未立即对巴尔的言论做出反击或回应 反倒是他的运用力是朱利安尼痛批巴尔 没有展开任何调查就擅自做出结论 请看评论 朱利安尼真是睁眼说瞎话 因为早在选举结束 川普强烈指控选举被操纵舞弊不公后 巴尔就以违反司法独立的原则 经自授权联邦检察官针对川普的指控进行彻底调查 而且他还责令国土安全部和FBI进行了调查 这也完全打破司法部的常规做法 因为在此之前 联邦政府未确保行政体系选务机关的公正独立性 当所有选举结果尚未核准认证之前 司法体系的检察官和调查局是被严禁从事案件侦查的 但是巴尔为了表示对川普的效忠 却率先把自己的手揭入选举 进行了大规模调查 而在国安部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局长 克里布斯公布调查结果 表示选举系统没有被侵入后 立即被川普开除 如果有侦查出违规行为和系统欺诈为证据 难道巴尔还会隐瞒真相吗 司法部长虽然是由总统任命 但应在不考虑党派或政治情况下履行职责 然而巴尔长期的做法却是把司法部变成保护总统及其追随者的盾牌 为了替川普辩护 他经常模糊司法部与白宫之间的界限 总是将川普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但是这一次他义正词言发表了忤逆川普的言论 虽然也不再眷恋未来不到两个月的官位 而川普大概也无心把他开除了 相较于巴尔 朱利安尼则有失法律人的风骨 他早已不是公正的律师 而是一位屈言夫式的政客 政坛传为朱利安尼要求川普在离任总统之前 给他预先赦免 那真是荒唐至极啊